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0月28日,天选之人,特朗普啊,没办法的,连天象都已经摆向特朗普的一方, 我都说了,就是你华盛顿邮报这样说,特朗普如果想连任,除非一个雷,会砍一个地方两次,他送你三次,在这个Trump Tower那里,跟着就三祸,哇,这些真是神迹来的,现在是神迹啊,那份是华盛顿邮报,他是这么说的,Lightning will have to strike twice for Trump to win, 如果想赢的话,一个雷至少,打中同一个地方两次才行,那我不知道啦,是不是有内奸潜入了这个华盛顿邮报里面啊,所以知道啊,其实呢,我们平时讲的,说一个雷,没可能中同一个地方两次的,那这句呢,只不过是安慰人家而已,就是怕人家被雷吓了,那但是其实呢,中同一个地方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,你可能无心之失,说了这些东西,也可能是夜观星象,借五名借东风,啊,知道, 就快要走雷啦,那啊,那个雷,怎么都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的啦,很高机率,于是乎,就在总统选举之前,啊,说了这些东西,喂,但是结果啊,你变了呢,就帮特朗普走神迹啊,而且不是两次,还有三次,整个Trump Tower,噗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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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啊,一来啊,看到那些人,就非常滚动啊,就是,要膜拜这个Trump Tower,是吧,以来啊,就算你看不到的时候,网上都会热乱啦,亦难怪,啊,我之前就说咯,就是,你那些啊,哪些人, 会最留意亨特拜登那些,非常之,啊,过了尺度的照片啊,影音各样的那些东西啊,那就是那些民主党中人咯,支持民主党那些人咯,很简单的嘛,他要找出啊,去令到自己,继续支持下去的那种,合理性啊嘛,于是乎啊,他一定是连汁都混合的啊,老实说,因为你在那儿,探紧这个,拜登啊,那他个儿子亨特拜登,哎,你当他是阿斗啦, 烂泥富不上碰,这样啊,你当他是流善,那都还有个流鼻啊嘛,是不是呢,于是乎,啊,你,啊,周围看的啊,他们,就是可能看下那些电邮啊,又看下那些messages啊,啊,看下那些相啊,那些好juicy那些,啊,过了尺度那些东西,汁都混合了,有憑小吃,可以说是包罗万有,滴水不漏这样的, 一直看,啊,一直和自己说,哎,这些好湿碎,好湿碎,啊,哈哈,哎呀,他们真的是的,就是在那儿呢,一路看的时候,看下看下,哎,接受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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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跟着白一声,哎,搞不定了,就是什么呀,过了一个围啊,就是做人来说呢,很多时啊,你何时会不原谅一个人呢,啊,很多时,你说不清楚的啊,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来的,这个是一个突变的过程来的,很多时呢,平时没事的啊,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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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,到某个位的时候,啪一声,哦,于是乎,啊,过了一个尺度的时候呢,他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,是这样的嘛,那所以他们都是啦,在那儿踢踢踢踢踢,哎,拜登OK,没事,他个儿子而已,亨特拜登而已,哦,都见到,哇,这样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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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于是乎在一个剔道呢,就加多一个剔下去,一个是相反的,啊,结果就是一个交叉啦,我交叉大人你的洞啊,哇,好多含交叉代交叉哦,含包代方啊,没有的, 整个媒体给你公开澄清的嘛,是不是呢,拜登啊,民主党那些,你含冤代雪的时候啊,那就是说咯,但是你最后,得那句就是,哎,你知道啦,这个是什么啊,Classic Trump,啊,特朗普就是这样,就是这样,那你算什么反驳呢,这不是反驳啊,你这些,这些叫物认啊,那你就被ABC News那些,传到含一含咯,你华盛顿日报,是不是呢,大家都叫竞争对手啊,你说这样的东西,加下,你挖了个桿子给自己踩啊,你知不知道啊,是不是啊,那现在, 啊,你说特朗普胜算的机会没啊,除非一个雷啊,可以落同一个地方两次,那加三次了哦,那就是怎么样啊,除非,unless,就是呢,你就顺口开河,本Q这样说,也就是说特朗普其实胜算很高的,啊,你自己在那扭曲,讲大话不是脱大牙哦,讲大话原来是比鲁匹哦,要是呀,你就承认咯,就是你这个天选之人,啊,特朗普,我没有的,就是,既然呢,me too那些竟然都可以在那里说什么啊,就算拜登me too我啊,我都要投拜登,就是有没有那么无几 那些啊,那些啊,可能是没扭过这个拜登的这个德国咸豬手,把援过,啊,我们用把援两个字啊,那所以才说得出这些东西是不是啊,当然啦,me too那些啊,很多时候,Ritch Hunt来的而已嘛,只不过是走来,可能拿来加人工啊,或者是,就是谁看不顺眼的时候啊,那走去教我的男同事,啊,有很多是这样的东西啊,那带起一个潮流地说啊,就是什么都上纲上线的时候呢,就会变得不可理喻的了嘛,那没有的, 以前呢,就是,除了洋人,喜欢这一套之外啊,是占星术那些,中国人就更加啦,以前呢,我觉得他那些啊,都是安排好了的,就是例如呢,在那个牛的胃里,突然间嘔出张纸,那跟着呢,啊,又说那张纸写着八起两个字啊,又或者在那些,鱼的肚里面呢,抽出张纸,就说谁谁做皇帝,很喜欢这些的嘛,就是会有一些长细的,例如什么,岳飞生事,有大澎临于其上,啊,故自若澎举嘛, 啊,那你说那些,预兆那些东西啊,很多人就零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没有,那但是都是那句啦,就是会不会是,Donald Trump看完那篇新闻之后啊,就找一个团队,在Trump Tower那里呢,就做个高压伏特器啊,啊,那就吸引这个雷击呢,你不知道啊,啊,就是雷神是不是啊,所以连中三元啊,又或者纯粹是一个科学现象,啊,因为Trump Tower就够高,所以呢,在那么多平地里面,啊,突然间有座高楼大厦的时候,那就是隐雷咯,啊,这个八起来啦, 但是即使是洋人啊,你说到这样的时候,又突然之间,哇,真是,有几个雷,在同一个地方啊,那他们都会想啦,哇,莫非真是天选之人?喂,谁知道啊,以前尼塞亚里的时候啊,耶稣降临于世啦,那很多人都不信的啊,不是个个都信的啊,因为啊,不是个个都曾经见过这个耶稣啊,行神职的嘛,你真是见过那些呢,就应该信了啦,其他那些觉得啊,嘿,道听途说而已嘛,只不过是那些人啊,在那些人啊, 在那里吹牛,为的是什么啊?脸财咯,就是你那个教派嘛,那于是乎呢,海撒的归海撒,上帝的归上帝啊,啊,那他就,拿走你的十一奉献,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啊,哇,结果,你看到今次啊,特朗普,哇,Trump Tower那里,连击三次的时候啊,喂,你会不会想,喂,可能,真是,这个特朗普是天选之人来的啊,啊,目的啊,就是江南西上,虚除邪恶,诛灭奸邪,亨特拜登那些,哼,我是个坏了的人, 那你很明显啊,就是奸国来的啦,那既然是奸国的时候啊,那本身他有自己奸的而已,谁知道原来啊,整个团队的哦,有了佩洛西的儿子,有了奥巴马的女儿,他们是一个组织来的哦,那所以RICO法案是适用于他们身上的哦,他们在做的事情啊,是背弃着美国的民众哦,那虽然,就是我又不是美国人,他们是背弃美国的民众啊,对我来说又没什么的啊,那问题就是,对啦,其实美国的事,关你们什么事呢?原因就是因为呢,美国他一向 他一向奉行的是自由民主的价值,而他的臣民呢,理论上都是奉行自由民主的价值的,那自由民主这件事情到底是好啊,还是不好呢?是不是应该去推广至全世界呢?到底王权重要一点啊,还是民权重要一点呢?那至少不要去到一个极端先啦,如果民权是重要的时候啊,那变成一些公共建设又没有人去做的了咯,但是很多人就反而走回另一个极端就多点啦,就是在这里说王权大于一切, 于是乎啊,就集体意志凌驾,个人意志,你要放弃你的幸福,去建设他的幸福,然后他就宣传,发他的幸福就等同你的幸福,那我不知道啊,就是例如抗美门朝那样,你最后啦,瞒助了这个朝鲜啦,抵抗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入侵啦,那中国人那十年获得到什么呢?请问,赢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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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一场三年大浩劫咯,赢了一场大肚饿咯,赢了几十万人的人命丧失咯, 那不过,就是他都清减了那些没用的人口的,那都是一件好事,就是中国有十四亿人,死了十三亿都还有一亿,最厉害的就是啊,满清帝国那时候的思想都没改变过来,就是一直都认为列强瓜分中华,就是如果要瓜分的时候啊,你讲那时候,将日本完全操控在自己掌心里面的了喔,那为什么啊,美国又没有将日本,变成他的另一个省呢?喂,其实那时候,1945年之后啊,日本是毫无反击能力的了喔, 哎,无条件投降,那如果啊,美国人真是想要那块土地的话,就是,还是讲那些殖民主义是不是啊?那他将日本啊,变成自己的一个省呢?那就可以了喔,同时之间啊,南韩又是啦,他浪费那么多的力量啊,他由北朝鲜的手中,啊,帮南韩的人民,拿回自己的土地,那当任默克阿瑟将军,见着那小孩的时候啊,他就是感受到那样东西嘛,就是人民对那块土地,对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感情, 对自己身边亲朋好友的爱护,对于自己这块土地,在这里成长的那种回忆,这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嘛,然后你就说啦,啊,如果他给我们统治的时候啊,他们就会更加幸福感,饱满感,获得感,那你是讲什么呢?你是破坏人家原有的生活,毁坏人家既有的家庭,通洗人家原有的价值,如果你那一套啊,是好过他多多声的时候呢,你都还说情有可原的,但最后,你见到北朝鲜的人民啊,他们接受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? 他们获得的是一个什么的生活?你真的不知道啊,想当日啊,帮这个大队长金日成,打天下的那帮人,今时今日又会不会后悔,将这个不朝鲜的人民,拖了入去万劫不复的心冤呢?就是想后悔都没办法了,因为啊,金日成,哎,和一般独裁者一样,又是奉行护书保主义的,所以啊,帮得他那些人,人家不是杯酒式兵拳,人家是毒酒式兵拳,到最后都是那句啦,就是你见到啦,中东这么紧张的局势啊,特朗普 很多可以三爬两拨就搞得行的时候,哇,你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啊,在一年间,就全部都搞定了,又是一个突变的过程,那你就会知道了,如果啊,这个世界,啊,真是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呢,那今次,11月3号的选举结果,相信啊,啊,就会和这个天象一模一样样啦,哦,闲神迹啊, 好,今天说到这里